看到林小竹那满身恶然 失望 沮丧又带着一丝气氛的表情 垂头丧气的瘦小背影 原天野的下属们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姑娘就是个孩子吗 虽然节里装成一副大人的样子 做了好事得不到奖赏 还是会不高兴 而且还是很不高兴 这样的表现就对了 先前那些跟年龄 精力 毫不相符的深沉举动 应该都是装出来的 一个小姑娘 想要在俊美的公子面前表现出色 这也很是正常嘛 大家都吃饱喝足 我有公子还一厘米没有下肚 中下属都有些坐不住 纷纷站起身来 装成很忙碌的样子 或去劣质鸡 或去石枯枝 或往火里添柴 而五彩云 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不知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 从始到终 那俊美的公子都没有往他身上看一眼 事发时他还感觉庆幸 没有牵连自己 可这会儿事情已经解决 公子的目光竟然还放在林小竹的身上 历练的深思 自己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却跟旁边的树木一样 丝毫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让她极为的失落 她正想着 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林小竹一样 说一些什么一鸣惊人的话出来 可绞尽脑汁 也没有想出有什么好说的 正纠结时 右边的袖子被人拉了一拉 她转过头去 看到吴平强正对自己歪歪头 示意自己回后面去 见她不动 干脆拽着她的胳膊 用力往后拉 胡彩云绝望地看了原天野一眼 见她已从林小竹的身上 收回了目光 正对着面前的那堆火凝神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得失望地跟着吴平强 往回走 原天野他们选的这块地方 作为宿营地 是因为水源离得特别近 在火堆过去不远处 有一条白亮亮的山泉 正从山上流了下来 然后沿着地势低洼处朝山下流淌 山泉流经之处 便形成了山剑 四堆旺火将旁边的山剑照得很亮 为了不祸害生灵 林小竹找了个离水源比较远的地方 将粥倒进去 再折了些树枝盖在上面 这才到水泉处掀了水 将锅洗干净 然后装了水半锅 摇摇晃晃地往回走 走了一天的山路 她的脚早已起了水泡 这会儿提着中午 走路就更疼了 哐当一声 恢复了先前热闹的山傲 随着这声响 又静了下来 大家朝声音发出的地方一看 却是一个汉子捧着几根枯枝 不知怎么地撞到了林小竹 刚才那一声响 就是林小竹手里的锅 掉落到了地方发出的声音 林小竹本来心情就不爽 这不知被哪里冒出来的人 撞了一下 极为的恼怒 抬头瞪了她一眼 却发现 这汉子正是原来 跟着袁天野到了夏家村 后来离开时却不见人影 等他们差不多到山傲时 要冒出来的哪个人 名字似乎叫做袁武 袁武被他瞪一眼 半点也没有生气 笑眯眯地道着歉 又将手里的枯枝 往旁边一放 捡起地上的锅 道 我却将水打来 说完 飞快地往山剑跑去 本就是小事 对方又态度良好的道了歉 林小竹也不在意 迈步 往袁天野的方向走去 却听 哗啦一声 腰带处一松 里面的铜板 忽然洒落了下来 滚得一地都是 林小竹恨恨地闭了闭眼 人倒霉起来 真是喝水都塞牙 古语云才不露白 周末愧愧之下 这么多铜板 洒落到地上 就算全都捡了回来 岂不是要招贼吗 华府男子和大汉们 看到这些铜钱 只惊讶了一下 便又好笑了起来 孩子们 却是一片的哗然 深山里 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 这些孩子 长这么大 见过铜钱的没几个 今日卖身的二百个铜钱 看都没看一眼 就由自己的老子娘 给收走了 却不想 这瘦瘦小小的林小竹 不声不响地 在腰带里 竟然藏着这么多的钱 真是有钱人啊 林小竹 重重地贪了一口气 蹲下身去 将铜钱 一枚枚捡起来 漂亮可爱的小小女儿 立了宫 没有得到奖赏 还被拆使着 去提水煮中 这让大汉们 万分的同情 纷纷起身 帮她捡铜钱 便是滚落到草丛里的 一两个 也都找到了 交还给了林小竹 叔叔看 够不够 不够的话 叫原武陪你 远天野坐在那里 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一幕 此时 见钱都交还给了 林小竹 出声道 林小竹 抬起眼眸 透过那熊熊燃烧的火堆 看到远天野 那双漂亮的眼睛 变得贼亮 甚至闪着兴奋的光芒 心里一动 对这件事的怀疑 如流星一般 滑过大脑 因为旧母的苛刻 所以她总是未雨绸缪 将一些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戴在身上 除了怀里和袖口的衣兜 她的腰带也是可以藏东西的 这腰带她前日还检查过 虽然比较旧 但是远远不到 这么忽然就破掉的地步 知道她把钱藏在腰带里的 也就远天野了 刚才远武那一撞 绝对有问题 盯着小狐狸 那黑亮深邃的眼睛 两人的目光 隔着火堆 遥遥相撞 点光火石之间 再一次弥漫起 硝烟的味道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历来是林小竹追求的人生理想 虽然这一百九十个铜钱数量不多 收银都过不足 但对于林小竹来说 却是她全部的家产 自然得数清楚 所以 她丝毫不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 数着点点 连大汉们都不放在眼里的钱 有什么可丢脸的 当下 也不管远武是否提了水回来 也不管远天野 是不是还饿着肚子 蹲在那里 一五一时的数起钱来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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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added 不会 看来